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我要好好的来师父这边用功 听得很发喜 回去以后 我没有烦恼了 绝对没有 难不倒我了 经过一个礼拜以后 又不行了 不行了 烦恼又来了 心就像远侯一样的 再听听人家 再赞叹师父两句话 又来了 再经过两个月以后 人家说师父怎么样怎么样 又退到心了 又不来了 又不来了 他好像是 他的生命是我在主宰的 就是没有主导 随着一切的向好 听得好话 听得坏话 要修行不修行 完全是取决于别人 这哪里是个修行人 我们发愿 我来文書讲座 我依师父的法 我从现在起 我不退到心 无论什么事情 我都是依法 不依人 我都是这么样精进 我都是不缺许的 这样才有入道之分 心如眼和 跳来跳去的 听得几句好话就来 听得几句话话就不来 这人家哪有智慧呢 这人家哪有智慧呢 这是我